喇叭聲又大又響 因為前方路口有車子突然開出來 而且一開始叫車 還沒打方向燈 知道要切進內側車道 而後方騎士差點閃不及 只能往內側切 二輪跟四輪針道好危險 在北投區成德路六端這邊 有民眾抱怨 車子在起步時 都不先看旁邊來車 直接飆出來 仔細看地上其實都有標示 機車優先車道 就是大型重型機車以外的 autobine優先走 其他車種除了起步 準備停車或是臨時停車 轉向之外 都不能橫跨或占用 時間回到成德路六段 又寬又直的六線道 如果車子開出來 直接右轉的話 確實會讓後方來車 下一個措手不及 因為馬路比直行進車輛 咻一下就過去 站在路邊觀察 確實有些駕駛來到路口 車速也沒減慢 而沿途又有不少車廠 到底該怎麼轉進車道 其實除了機車優先道以外 其他五線都是一般車道 但內側三線 機車不能騎 如果再插路口 直接橫切 進到內側 其實沒有違規 但最好是先轉進 最外側的一般車道 並且注意左方來車 比較安全 雖然這路段車多 但右方進入的車輛相對少 警方表示造勢率不高 不過路段 還是有各種執法設備 本來駕駛們來到路口 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